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目前意大利的情況相當嚴峻 截至今天凌晨時份 就已經出現了超過9000宗的個案 當地政府在今天宣布要實施全面所過的禁令 在禁令生效期間 所有的中小學、大學、博物館、戲院、劇院、健身室、娛樂場所、酒吧及游泳池 就要全部封閉 而且所有喪葬禮、婚禮及體育活動 包括經常打假球的意大利甲組足球聯賽都要取消 而所有示威、遊行、集會亦一律不被允許 除此之外當地政府亦表明 除了必要的工作需要及緊急事故以外 任何人都不得再去旅行 意大利總理孔特就說 現時最正確的行動就是要人民留在家中 那目前意大利就處於水深火熱之中 韓國亦都不惶多揚 其實這兩個國家所反映的才是事實的真相 無論是傳播的速度或規模方面 因為這兩個國家沒有非常強烈的意圖 來掩飾真相 但其他那些就不同了 中國就不用說了 已經是慣性隱瞞了 而且又沒有新聞自由 沒有言論自由 總之有什麼事就臭屎勿蓋 蓋到蓋無可蓋那一刻要爆發出來 冤崩爛臭了 這樣才迫於無奈要承認 而日本又外於東京奧運要舉行 當地又不是很樂於去做這個測試 至於伊朗等等的地方 根本上他們的醫療系統就非常落口 隨時連那些試劑也不方多 故此意大利和韓國的數據 其實就是應該最貼近事實的真相 韓國人經歷過這次事件以後 戒備的意識就提高了不少 但是香港人就相反地下降 可能就覺得到現在為止 都沒有社區爆發 都沒有什麼大礙而已 於是有些人就蠢蠢欲動了 要重新邀約那些飯局聚會 飲茶等等 其實這班人在賭取幾件事 第一就是賭取社區不會爆發 因為一旦社區爆發以後 醫療系統一定就負載不來 在這樣的情形下 危重症的人當然是非常糟糕 而就算輕症的人 如果得不到適切的治療 都可能會惡化 這班人當然是賭取社區不會爆發的 如果入院治療就沒事了 因為死亡率很低而已 第二就是 這班人在賭取是沒有後遺症的 其實所謂康復的條件很簡單 只要兩次的測試分隔24小時或以上 而兩次都是呈陰性反應的話 就會放你回家 但到底這班人會不會有後遺症呢 目前就本地個案來講 都未曾有一個很肯定的說法 而大陸有些個案的後遺症 就非常嚇人 為什麼有些人仍然要以生命作賭注 在這麼高風險的情況下 都要邀約飯局 喝茶 聚會 是不是這些東西比起生命更加重要呢 其實大家都在跟時間競賽 只要疫苗一研發成功 大家可以馬上去接種 接種了以後就可以零風險做這些上述的行為 那又何必現在這個時間去挺而走險呢 真的要三思而行 接著就講一下林鄭 林鄭今早就是在開行會之前見了記者 她說到會考慮不同國家的個案數目 增加速度 當地的監控措施 和港人前往的頻繁程度 作出風險評估 推出進一步的入境限制措施 我對於這方面沒有什麼異議 老實說 是做得對的 應該馬上要去做 而且應該參考以色列的做法 以色列已經宣布了 說所有入境的旅客統一要隔離14天 不管你來自哪裡 這個做法就是一刀切 我覺得是相當之好的 因為現在如果還要去旅遊的人 其實是很無謂的 在這個非常時期還要到處飛 根本上就是妄顧香港人的安全 所以你不要吃得鹹魚就抵得渴了 特區政府就應該仿效以色列的做法 一刀切 說知它來自哪個地區 有些地區根本上就非常落後和窮困 做不到相關的檢測 你就以為它沒有了 那個印度旅行團就已經是了 回到一隻二隻就出事 所以麻煩你馬上下閘 全球下閘 包括對於中國地區也要下閘 沒有人不讓你出入境 出境是不需要限制的 入境都給你來 歡迎你來 但是麻煩你先困住14天 這個就是保障了香港人的安全 最佳的辦法 而且林鄭說什麼呢 就說社會正常運作要逐步恢復 我一聽到這句話就覺得嚴重了 到底什麼叫做恢復社會正常運作呢 請問 他在當時就沒有很清楚明白地解釋 記者也沒有追問他關於這句話 到底是為什麼 究竟是不是意味著你林鄭將會 重新開放所有綠路邊境口岸 類似的風聲就傳了很久了 你林鄭真的不要輕舉妄動最好 測鞋就還測鞋 現在你都在測鞋子 到目前這一刻深圳灣大橋的口岸 都是暢通無阻的 這個港珠澳大橋仍然是繼續運作的 你已經在刷鞋子了 不要再搞那麼多事了 一定要控制中港邊境的人流 一定要保持現在這種態勢 不要讓入境旅客數字突然之間飆升 否則根本上就不是在做防控工作 你知道為什麼林鄭 封外國的旅客就這麼快手 中國的幾個綠路邊境口岸是要封樓一個 然後就把別人全面封關的訴求 扭曲成為將貨運都封起來 然後就說這些建議是不切實際的 這些行政長官是不知所謂的極的 採訪的方便 但是過去大半年 就出現了大家都不想看到的情況 往往就有暴動和暴亂 他還說留意到 警方昨晚已經去信有線電視 是表示了協議 又說政務司司長和警方 就願意和記協會面 他就往往喜歡搞這些形式主義的事情 對話會、和理談、會面 總之意見接受、態度、招救 還要請記協去 記協本身也沒有牙力 浪費時間 會面 記者已經把別人撞掉了 反過來的話 如果是記者撞掉警察 肯定被人踏回警察 至少運48 然後告襲警 告訴你 你這些就是根本上在破壞的法治 法治就是由有公權力的人破壞 你作為一個執法的部隊 作為一個紀律的部隊 原來可以故意故意用盾牌撞掉記者 然後是不需要負上任何法律責任 如果反過來是記者或者普通市民 一個年輕人才算 他撞掉的警察肯定被人告襲警 要坐牢 這些就是反過來的 就是執法的標準不一 這些就是在破壞的法治 法治就不是由市民 不是由年輕人、年輕人去破壞 就是由你這些警察去破壞 就是由你這些行政長官、律政司去破壞 所以你拿四億五千萬元去宣傳法治 宣傳什麼法治 鄧炳強開口、埋口說那些市民破壞法治 這些就是破壞法治的行為 故意把市民撞掉 這些為什麼不告普通襲擊 就是因為執法的人 就是警察 怎麼會調查自己呢 所以為什麼市民說要解散警隊就是這樣 你不把那些人全部解散了他 然後請了一批新的人回來 根本上就不會調查 現在就是官官相衛、警警相衛 你現在說要給封信道歉有什麼用 如果市民撞掉你警察 他給封信你道歉行不行啊 你求你不要告他行不行啊 現在這麼多的那些年輕人被告 是不是啊 現在有多少人在拘留所請問 有多少人要跑去台灣請問 這些就是破壞法治的行為 你警察破壞法治嘛 是不是啊 完全當看不到的 還好笑 這個林鄭怎麼說呢 那些記者繼續追問他 他就說了 警方已經解釋了 不是蓄意撞倒的記者的 他就認為警察就不可能在電光火石之間 所有事情都計劃周長的 就呼籲大家要包容 他就說從來不會縱容任何部門的 他就不同意特首有縱容公職人員違法的行為 這個說法 你林鄭說得出這些說詞就已經在縱容警察了 什麼叫做沒有可能在電光火石之間 就是所有事情都計劃周長 前天在大埔那裏 你那些警察在做什麼 拿著胡椒噴帽子好像很亢奮 周圍噴 起勢噴 見人就噴 有一個中年的男人在吃東西 你照噴他 噴完之後還叫他吃得好一點 這些是不是電光火石之間 這些是垃圾 行政長官 你怎麼死發瘋帶你那35700個粉絲 回到大灣區那裏耕田 做什麼行政長官 你沒有資格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